哼 像我这种聪明人 吃过一次的亏肯定不会再吃第二次了 所以在我的聪明材质下 重新改造了这个僵尸引炼炉 小月 过来 把最后两块史莱姆通道放上去 嗯嗯嗯 好的呢 嗯 第二块是不是放反了 好的呢 麻烦阿阳同学自己当上呢 你最好害怕一点 我不正常 你不正常又不是一天两天了 你个臭丫头 招打 救命啊 打病人了 你跑那么快干什么 隐僵尸啊 咱们在地狱里面怎么说的 说好一几出来盖房子 怎么突然变成帮你捕捉僵尸了 毕竟我才是掌握真正主导权的人 好了 你别不睡的路了 我抓到一只蜘蛛啦 蜘蛛你也要 大家都是生物 一样一样的 我的天 野莲炉红烧蜘蛛 居然还敢反抗 我被你丢进里面的话我也反抗 谢谢 我差点就被推进岩箱里了 哎呀 这个世界差点就少了一个女魔头 野莲炉里面有没有多什么材料 哇 那血那么多吗 整整320MB 说什么呢 有一半都是我的好吗 哦 差点忘记你也进去吧 哎 你要那么多血干什么 嘿嘿 当然是做生铁咯 生铁呢 什么东西啊 哎哎哎 等会儿 这边有一只克里帕 你要干什么 哎 就允许你野莲炉烤蜘蛛 不允许我野莲炉烤苦力帕 哎呀 你是魔鬼吗 这又是吗 新鲜热乎的苦力帕马上就要下锅了 魔鬼 一生辈子一定是魔鬼 还有一只小僵尸 当苦力帕的配赛好了 哈哈 苦力帕山高了 那我去加加 离这个野莲炉烤远一点 万一靠太太近呢 直接爆炸了怎么办 没事 你小心一点 哎呀 我没想到 居然是这种人 哪种 等会儿 又有僵尸找我报名 想洗热水澡 我们满足一下它 还想给我打太极 想多了 这种史莱姆液体动道 专制各种小僵尸 我也是服啊 这种工业设备活生生 被我们两个玩出的奇怪的感觉 对了 听说村民也能被融化 到时候 这条道具专门骗僵尸 下次左边再拖展一条的 专门用来融化村民 你一定是魔鬼 不是你说要生铁的吗 生铁难道不用绿宝石 好像 好像是这么一回事 可 可 可是 这样对村民不太好吧 可惜这附近没有羊駝 不然我想把羊駝给丢进去 我记得你以前有一条羊駝 是不是叫褲子 哦 好像是有那么一回事 后来是不是离奇失踪了 哼哼哼哼 你以为他去了哪呢 哼哼哼哼哼哼